女人与未婚夫到雪山上滑雪 不料中途发生意外 最终撞到了树上陷入昏迷 这是一辆马车驶来 男人健壮下来查看 并好心地拨打了救援电话 虽然女人的身体无碍 但脑子好像坏掉了 什么都记不起来 想要艳明身份都没有办法 因为搜遍她全身就只找到一些昂贵的化妆品 警卫也好奇 为什么指纹数据库里面没有她的指纹 难道她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吗 但其实女人还真就不需要工作 因为她有着一个富可敌国的父亲 住的是全市最大且位置最好的别墅 再高贵的食材也只是她的临时罢 要不是其他未婚夫非要在雪山上求婚 艾莉哪怕只是继承1%的财产 就足够她挥霍几辈子 可如今却成了身份不明的病患 看到她这副痛苦的模样 救了她的杰克决定好人做到底 在获得医生的允许后 带她回了自己开的小旅馆 杰克在事务招领处找来了几身衣服 看着空空的房间 艾莉陷入了迷茫中 本想打开窗户透透气 杰克闻声而来 检查后并无异样 考虑到艾莉脑子有病 接着她称赞了艾莉的穿着 笑着到了生晚安便离去了 杰克女儿得知家里来了客人 第二天一早就找了过来 艾莉很快就喜欢上了 这个活泼俏皮的小女孩 她将艾莉带到了餐桌 杰克本想为她加餐 可艾莉竟要自己动手 第一步开火 第二步锅中倒油 第三步打入鸡蛋 杰克见状指了指女儿身边的座位 让她等着吃就好 艾莉再没坚持 不过她并非一无是处 这不表现的机会来了吗 因为旅馆迎来了忘记 人手不足导致服务不周 于是杰克就将主意打到了艾莉身上 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做服务员 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乐趣呢 关各助我们接着往下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